这里是重庆被称作活棺材的渣滞洞 是特务在这里所设立的监狱 最多是关了三百多位革命制室 当时进行了大屠杀 只有15人在这里脱险 这渣滞洞所选的位置是非常隐蔽 三面环山 它是分为这外院和内院 外院就是围着医务室和刑训的地方 这内院就是围着牢房 前面有这个标语 长官看不到 想不到 听不到的 我们要替长官看到 想到 听到 这是当时一位所长在这里拍上面的马屁 15时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刑训室 这里面真是触目惊心 是摆设了很多的刑具 当时很多革命制式在这里是饱受折磨 但是依然没有背叛 前面有一些锁链 老虎凳 其中最惧怕的就是为这个狼牙棒 这个狼牙棒非常的恐怖 它往生成一滚是连皮带肉都可以试下来 还有这个烙铁 特别的恐怖 这个所长的办公室呢 也是将这个内院和外院进行所分隔 看一看它办公的地方 现在这里面是做成了很多的展馆 展示了这里历任的所长和一些处决的一些特务 前面还有办公桌 就是为这所长所办公的地方 这除了所长办公室呢 就是为关押革命制式的牢房 这里上下一共16间是为男牢 在旁边还有为两间女牢 女牢一室还有女牢二室 当时的疆解就是被关押在女牢一室 看一下这女牢当时所住的房间是什么样 它是为这种上下铺 并且是为两张床并在一起 在2007年重庆是发生了暴雨洪灾 在女牢这里是挖出了一些腐锈的铁器 不知道是不是为当时这革命制式在这里长下的 准备要越狱 这扎子洞它为何起名要扎子洞呢 因为在当时这是唯一处煤窑 所产的煤的质量并不怎么样 所以被人称着扎子 所以也有了扎子洞这一名字的来历 再后来这特务就把这里强占 逼使的老板把这里作为一座监狱 在重庆解放前夕 特务为了瓦解这革命制内部 所以成立了这幽带室 这间和其他牢房不一样 它是早上6点到下5点开锁的 除了这间像其余的一些牢房 都是只有在放风的时间才会开锁 这是楼下20 所关押的一些劣势 这一个房间里面只有前面 这一个小窗户 虽然来到这里也是特别的闷 在以前的大多数都是为这种木门 有很大的缝隙 在后来进行屠杀时 在这个院子是架起了很多的机枪 就是对这里面进行屠杀 当时有很多革命制式为了保护同志 亲自铺在这个门上 在用机枪扫射之后 然后这些特务 再进到房中 再进行补枪 因为在当时呢 这解放军是已经打到了重庆 很快就会被解放 这些特务呢也想赶快逃跑 所以呢 最后在这里放了一把火 然后呢就开始四散逃跑 有很多幸存的革命制式 就想起来在这里有一堵墙 以前被暴雨所充垮过 因为这特务想偷懒 就让这些在狱中的革命制式 进行自行修补 他们当时是留了一个心眼 把这里修建的时候 放了很多的碎石 修建的时候外表看着很坚固 内表其实很虚 他们想到这面墙 就把这里给撞倒 逃了出去 但是最后仅仅只有15人妥协 在重庆解放前夕 这些特务打算把这里关押的 革命制式全部屠杀 最开始呢 他们不是选择在这里 而是在旁边的树林和百贡馆 一起进行屠杀 但是呢这里人缘不够 当时呢靠步行往返也是特别费时间 所以呢就是选择将机箱架在院子里 在当时这解放军来到重庆 进到渣热洞之后 拍下了一手资料 可以看到当时被火烧之后的渣热洞 是非常的惨烈 在那里还有一束搞哨 来到这里看了之后 心情是特别的沉痛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渣热洞 当时地狱般的存在 感谢观看